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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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錶是3.45公里 到這邊剩下最後的1.5K 回來這邊逆風啦 剛剛那一段很順風 這個5K也會有一個完賽獎牌 那總共的報名背後 是35歐元 看到前面了 最後鎖門階段 大家好我是尼泉教授Dred 今天我們這一集來到柏林馬拉松 今天這集要來跟大家分享 究竟柏林馬拉松如果你沒有報名成功 前一天還有早餐跑 我們現在人就是在GENERAL 5K的現場 那明天才是柏林馬拉松的正賽 但以往柏林馬拉松或是六大馬 前一天其實都有一個早餐跑這種活動 那這次柏林馬是首次開始收費了 所以這次的GENERAL 5K 其實是有號碼布的 大家看到我身上4931 這是我今天的號碼 那等下跑完這個5K也會有一個完賽獎牌 那總共的報名費用是35歐元 大約是1200多台幣 究竟這個錢值不值得大家在柏林馬拉松前 花這個錢來參加這個早餐跑 我們今天就來開箱來賽道給大家看 還是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沒有報名到柏林馬拉松 沒關係這個GENERAL 5K是所有人都可以報名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參加到柏林馬 你也可以來跑這個5公里 拿一個柏林馬的前一日5K完賽獎牌 獎牌上面還是有寫柏林兩個字 沒錯沒錯而且天數其實就差一天啦 差不多差不多 我們待會就準備熱身熱身 可以看到現場超級多人 發現穿這個衣服有點失策 走在路上會直接消失在人群裡面 因為所有人都穿一樣 好我們動一動準備準備 待會就出發 那這次5K路線呢 我們現在人的位置是在波茲坦廣廣場 待會要從這邊繞一個摩字形 回到布蘭登這個拱門的位置 所以總共里程是5公里 那因為明天是我的柏林馬正賽 所以今天我會稍微調整一下 1公里呢 會稍微用5分數的配速來做熱身 中間的3K我會跑我的全馬比賽配速 大約是4分20到4分30 最後5K呢再稍微緩和一點 變成慢跑的狀態來完成今天的5公里配速 OK我要去裡面準備熱身出發了 今天的柏林溫度呢大概只有123度而已 所以沒太陽的地方真的蠻冷的 等一下跑出去之後風可能就會變很大 所以今天決定穿著風衣跑完這5公里 什麼意思開賽了嗎 他已經在倒數了耶 雖然我聽不懂他講什麼 GO! START! 開賽了! 我跟黃樹狼擊掌 開始路變寬了 OK 我們的5K戰士開賽 一出發可以稍微慢慢跑離人群一下 第一公里當熱身 因為我們前面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熱身準備 所以先開始慢慢把速度加到目標的區間 這個路段也是明天正賽的最後5公里 所以今天也稍微適應一下 比賽最後5K會到什麼樣的路線 但因為今天的比賽其實是沒有分流的 所以速度不一樣的可能都會分在全部卡在一起 所以其實整體的速度不太一致的情況 你可能就要一直閃人 這就跟正賽有點小小的不一樣的地方 但我覺得今天大家的5K 就是都當作一個熱身為主 所以應該還可以 墨西哥隊 跑在中間軌道 能稍微少一點點 但其實在軌道上 有一點點不平準 跑起來還沒那麼穩定 然後柏林馬路線上有很多這個藍色線條 藍色的線條就是最短距離 你只要可以跟著藍色線條走 你的42K的里程 就不會多太多 就是你的最短42K路線 好漂亮喔柏林馬拉松 太讚啦 這5K現在跑了1K 覺得很超值耶 必須要報名 第一公里 5分05秒 在我們的預算配數內 因為閃人多了一下 接下來第二K慢慢帶到四分半左右 加油 這個要跟著地上的藍色線也不太簡單 要一路很小心 看它跑到哪裡去 所以其實要很仔細看 要跑最短路徑也不太容易啊 哇 這裡好漂亮喔 其實你現在10點這個天氣 沒有到超級冷 有太陽的情況 還是會有點微熱 騎桿上 雖然太陽很冷 但有太陽的地方 感覺是有 應該16、18度的這種騎桿的感受 當然可能我現在穿的外套不太準確啦 第二K 4分4秒第二公里 還在人群裡有點難跑出去 但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調整一下 感覺現在雙腳的狀態 4分半 已經遇到173了 所以其實沒熱身還是有點快 可能要再稍微調整一下 不能動用力 或是熱身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整體空氣其實是滿乾冷的 所以喉嚨一下就會覺得很乾 天氣太熱啦 把外套脫掉 不然受不了 這區變了好多人加油啊 可以看到這邊比較快的跑車 已經在折返點了 所以這邊是直去直回 第三公里 4分19 第三K回到我們的目標配速了 現在跑4分19 感覺還OK 加油 手錶是3.45公里 到這邊剩下最後的1.5K 回來就變逆風啦 剛剛那段很順風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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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看得到 狗門了 明天跑到這裡已經超級感動 因為已經完成了41公里的里程 看到這一段 沒辦法想像明天可能跑到哭出來 兩側應該全部都是加油團 最後這個直線 就快到終點了 最後一個直線了 看到前面了 最後滾門階段 Come on 衝刺 www Whoo woho You whoo 最後一段了 通過拱門 過拱門 太快到終點了 快到終點了 Go 這樣 快到 最後一段了 最後直線了 沿著藍色不要卸手 第五K 4分18秒 果然不小心最後一K爆衝了 二十三分零四 最後直線 出發動了 Yes 抵達終點 Yeah 完成 好棒喔 太開心了吧 到終點後 這邊就是往前 領獎牌的位置 好讚的體驗 好開心喔 必須說結論 這35歐元花的太值得了 Yeah 5K 5K完賽 Yeah 跟大家講一個最後的重點 就是35歐元 非常值得 你一定要報名下去 因為最後的五公里呢 其實就是賽段的五公里 如果你真的沒穿到柏林馬松 你也可以體驗最後五公里 全部都是觀眾的感覺 而且它一路上跑在柏林的街頭 其實風景真的很漂亮 當然有點可惜的是今天其實滿冷 而且順逆風很明顯 有一段很順風 一折返超級逆風 然後賽道當中也有很多攝影師幫我們捕捉畫面 雖然不知道買不買得到啦 但整體的體驗感受是真的很棒的 然後最後的5K完賽獎牌長這樣 其實有點陽春啦 長得有點像台灣的機場比賽 有點像這樣直式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號碼帶上 它還有50周年 所以如果你沒有穿到柏林馬松 可以跑個五公里紀念 但如果你真的是同行來加油的夥伴 它這五公里的報名是所有人都可以參加的 所以我覺得滿好的 當然它安檢其實沒有到很嚴謹啦 因為一出發的時候 有些人沒有號碼布 其實也是可以在分區裡面的 只不過有聽說沒有號碼布的 或是在最後一百公尺或兩百公尺前被抓掉 它會把你擋下來 但你只好可以體驗前面四公里 但這錯誤是辦法 大家還是要報名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我們柏林馬松的賽前 可以就讓5K的體驗分享心得 推薦大家 如果你有參加柏林馬松 前天還稍微五公里動一動 真的還滿棒的 但除了這個比賽之外 其實各個運動品牌好像都有開設 各種的5K早安跑 就是讓你稍微體驗一下柏林馬這個 城市的這個氛圍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項目 或者是參賽去報名 好啦 我是你的教練推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期待明天柏林馬松 我們在42K 用雙腳來認識柏林馬這個城市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在北京叫我